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咱们的标题 大家请看 学学数组 就列表 列表跟数组其实是一个概念 但是在Python中更多的是叫列表 但是我比较喜欢把它叫为数组 一个意思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知识点 列表是由一系列 按照特定顺序排列的元素组成 不管是数组还是列表都一样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有顺序 有下标 好 咱们看 今天咱们学的内容是 第一 数组的声明定义 第二 数组的使用该怎么做 马上进入实际的例子 看看在Python3当中 该如何使用数组呢 我把我代码整理一下 好 咱们和以前一样 也是开两个窗口 左边是咱们代码的部分 右边是咱们运行结果的部分 咱们马上建一个文件 这个地方我建一个test.python 点py 回车 好 然后咱们一点点来 按部就班 好 我先把我的第一个部分拷贝过来 咱们看结果 第一部分我做了些什么事 大家注意看 我先申请一个mylist 我的数组 这数组怎么定义 有两个中括号定义 然后里面呢 有逗号分割每一个元素 我的这个数组的内容是 大家请看库里哈登 勒布朗 杜兰特 科比 可以吧 这是NBA的几大球星 对吧 当然科比现在退役了 我定一个数组 它是有顺序的 第零个元素 是库里 第一个元素 哈登 第二个 勒布朗 是第二个 是逻辑上的第二个 实际物理上是第三个 对不对 杜兰特 科比 好 我定完数组之后 我就准备把它打印出来 没问题吧 我这样 我把下面代码的屏蔽掉 咱们一行一行输出 一行一行看 好 我现在先运行一下它 注意看 我定一个数组 然后我就直接打印这个数组 会输出什么内容呢 试一下 够 大家请看 就输出这个数组嘛 包括两个人的括号 也都完全一样的输出 说明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数组 没问题 接下来 我要打印数组的其中的某一个元素 比如说 我打印第零个元素 物理上的第一个元素 对不对 怎么写 大家看 print my list 然后是中括号 中括号里面跟上下标 一 代表谁 库里吧 是零吗 零 不好意思 我说错 是零 下标是零 代表第一个元素 库里 好 试试想 右边看结果 OK 出来库里了吧 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吧 这个地方 库里 Curry 没问题 或者就Curry 不应该翻成库里 应该翻成Curry 好 再接下来 我打印下标为一的物理上第二个元素 谁 哈登 没问题吧 看是不是出哈登 哈登今天MAP Go 哈登 没问题吧 詹姆擦灯 出来了吧 OK 再接下来 大家注意看 我每个数组元素是什么类型 字符串形 对不对 所以说我是一个字符串形的数组 那么我取到的每一个元素的类型是什么 字符串 对不对 那么既然是字符串 它就具备字符串所有的属性和方法 比如说 以前我给您介绍过的第二title方法 有吧 OK 那咱们就实验一下 我打印下标为二的这个数组的元素 并且把它的第一个字母变成大写 下标为二的元素是谁 乐布朗 对吧 那么我会打印出来乐布朗 注意看它的第一个字母 好 马上运行 够 大家请看 乐布朗 它第一个字母 L 大写了 对不对 符合咱们调用了title这个函数吧 没问题吧 这个方法应该不叫函数 方法 OK 接下来 继续前进 修改元素 该怎么做 比如说 我第一个是库里 但是注意 我可不是史蒂芬库里 我是赛斯库里 他不一样 不是一个人 这个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库里 Curry 是第零个元素 所以说 我让这个MyList 第零个元素 等于一个新值 库里 赛斯 没有问题吧 这是他哥 史蒂芬库里 是弟弟 赛斯库里 是哥哥 让我再打印出来 看一下实际的结果 OK 马上运行 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 稍等我把上面这个屏蔽掉 否则您看起来不是很直观 好 然后把这个右边再倾一下屏 再进行 注意看 塞斯库里 没有问题吧 然后 这行输出是新值塞斯库里 然后把整个数组再打印出来 看到的结果就是 第零个元素是塞斯库里 不是咱们说的史蒂芬库里 后面的元素都没有变化 对不对 OK 咱们修改的数组中某一个值 再接下来 元素增加 怎么回事 我现在数组中有几个元素 大家数一数 五个元素 对不对 那么我想再增加一个元素 该怎么做 稍等 哇 这个print屏蔽起来 怎么做 用数组对象的append方法 然后增加一个元素 然后append方法里面的参数 就是咱们要增加元素的内容 大家看看 这是谁 有看过NBA朋友知道吧 字母歌对吧 为什么叫字母歌 名字太长 对吧 咱们这样的话 给mylist增加了一个字母歌 让我输出 看看是不是增加了个字母歌 试一下 够 大家请看 果然够长 我这都回航了 库里 哈登 勒布朗 杜兰特 科比 最后增加了一个字母歌 非常长的字母歌 对吧 OK 所以说 咱们通过append方法 怎么样 能够给数组增加元素 OK 再接下来 比如说我要想初始化的时候 没有元素 然后我一个个增加该怎么做 为什么 大家请看 我现在的例子 初始化mylist 是有一大堆数据的 对不对 如果初始化是没数据的情况下 这非常多 这个在咱们十一业务开发过程中 这种 爬套非常的多 那么该怎么做 就这样 注意看 我定一个语言列表 但是 我一上来 初始化这个语言列表的对象 longlist 却没有任何的值 它仅仅是一个数组 或者说仅仅是一个列表 然后我通过调用它的append方法 给它逐一增加元素 没有问题吧 大家注意看 我增加元素分别是 Python JavaScript Lubian Rails Swift Cootly 包括Java 没有问题吧 这是我给出的最近几年 要学习的开发语言的排名 这期看我另外一个视频吧 好 我现在运行它 看看输出的结果 清一下屏 然后直接输出 够 没有问题吧 从一个数度什么都没有 到输出了五个元素 没有问题吧 咱们能够动态的增加它的内容 接下来 我光增加了不行 我还要删除 该怎么做 拷贝过来 马上看代码 比如说 我要现在咱们这个数字 输出的内容是五个吗 我要删除第零个元素 该怎么删除 第零个元素是谁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Python Python是第零个元素 对不对 好 咱们试试 我把项目代码都屏蔽起来 咱们一点点的运行 一点点的看 好 我删除了第零个元素 然后再次打印数组的内容 那咱们看到的结果就是 稍等我清一下屏 go 首先输出全数组的内容 然后我delete掉了第零个 那么第零个 大家注意看 Python没有了吧 反而取而取而代之的第零个是JavaScript 其他都没变 对不对 OK 接下来 我现在这个状态下 我清掉了第零个 那么现在这个状态下的第零个元素是JavaScript 对不对 那么好 我再调用一遍 删除第零个 这时候还删除谁 还删除那个Python吗 不了 不了 因为咱们现在第零个是JavaScript 所以说呢 它会把JavaScript也删除 注意看 清一下屏 运行 注意看 go 大家看 一上来 五个元素 没有问题 然后清除第零个 变成JavaScript的开头 再清除一遍 JavaScript又没了 变成LubyAlders开头 换句话说 我频繁的调用 清除第零个数组 直到这个数组长度为零 是不是这个数组就被我清空了 对 这样做是可以的 当然 咱们想清除数组元素 还有另外的方法 比如说POP 谈出 该怎么做 看一下结果 运行到这个节点上 我的数组中有几个元素 看 一二三 三个元素 对不对 好 我在这个三个元素的基础上 调用一下POP 然后看它是什么处理动作 这我写上 这个叫做POP元素 P不像话 POP POP元素 好 大家请看 我POP这个方法调用完之后 它会干什么 它会给我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是说 它POP 它弹出了哪个元素 就把哪个元素返回给我 所以我的代码 先POP一下 然后得到弹出的元素 然后把弹出的元素进行输出 同时再输出一下咱们数组中的全内容 没问题吧 OK 试一下 清平 然后运行 Let's go 大家注意看 前三行是咱们刚刚运行的结果 不用看 然后第四行输出的Java 我呢 POP了它一下 换句话说 是在 大家注意看 是在这个前提下 我做的POP方法 对不对 POP是什么 它是从后输出 后进先出 叫做POP 对不对 所以说它取到了Java 把Java取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数组中的Java的元素删除掉 没有问题吧 所以说咱们经过这么多运算之后 咱们最后剩的这个数组的内容 只有两个 Luby Unreal和Swift 还仅仅幸存下来 是吧 这就是咱们大体的这个 加元素到删除元素的整个的逻辑处理 另外一个 指明删除 稍等 这个地方我得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我上面这个 科件做的是删除乐不了 所以说我还得把上面的这个数组拿过来 大家请稍等 好 咱们再回到刚才第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数组 里面存储了五个NBA的球员 对不对 然后 我刚才是通过什么 通过Delete 大家看一下 我通过Delete 进行删除 我通过POP进行删除 接下来 咱们通过Remove 通过这个数组自带的Remove方法也能够删除 该怎么做 大家看 我有一个元素叫做乐不了 对吧 我要想直接删除它 我可以调用Delete 然后是下标等于2进行删除 同时我还可以调用MyList.Remove 然后直接把这个元素敲上 也能够删除 看看实际运行的结果 我这个代码先打印出所有的数组内容 然后删除完之后再打印内容 看一下实际结果是不是删除掉 OK 马上实验 注意看 Go 大家看 第一行是数组的原内容 第二行是删除了乐不了之后的内容 没有问题吧 确实删除了 数组元素变成了四个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如何操作数组的一些个知识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希望您把我的代码都敲一下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会放到开门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咱们在接下来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